安裝會有四口螺絲 再加兩口短的 再加銀色的螺絲釘 六個時 四口小螺絲 還有準備一個十字螺絲批 另外有說明書就可以開始安裝了 在我們安裝上落閘前 留意將上落閘塊板平的方向對外 向外安裝 少許脫進去的位置是向內的 同樣到時我們安裝緊閘也是的 平面的方向 我們會向外的 我們現在安裝床 首先建議安裝了上落閘活動閘 首先把這個白色膠圈 這個夾裡面的螺絲鬆回一圈三分之一 如果你一個人的話 最好將這塊床頭板拍牆 又或者拿一張椅子頂住 當然有兩個人就最好 會安裝得更快一點 首先將白色膠塞進入這個軌 這個粗身的洞 然後後面有一個彈弓形的螺絲 把它推回到白色膠軌裡面 我們先放在這裡 如果有多個朋友或我們家人就可以保持這塊床頭板 我們再安裝另一塊床頭板 如果這一邊 我們也是安裝白色膠塞 鬆了一圈三分之一之後 然後又是把彈弓的螺絲進入軌 關於床碟 我們因為是設置所以安裝好了 最後的次序才是安裝床碟的 接下來我們就安裝緊閘 當我們安裝床頭板和上下閘之後 就拿回這四條螺絲和一個六個時 我們就來安裝緊閘 如果有兩位一左一右扶著 我們就可以同時安裝緊閘 這個位置的階段是向下的 我們有分平面 和這邊會脫進去 這個脫進去就向外面 平面就向外面 我們現在就安裝緊閘 留意我們不要鎖到最緊 其實就留鬆一點 因為我們稍後還會安裝環條 好 我們現在安裝緊閘 留意記住不要把它扭到最緊 可以留一些空位或多一點都沒問題 不要扭緊 讓它有位可以夠位抹開 四邊都是的 然後我們就安裝床底有一條固定的橫木 就會用回這兩口長一點的螺絲 和有這個塞 和兩條木塞 就會安裝回頭尾 都安裝了這個橫木之後 我們本身是四邊的六個尺 還未收緊的 那就不要緊緊了 因為接下來我們就要安裝床底板 和四口螺絲 這四口螺絲 床底板想要安裝哪一層呢 就看看我們有三個洞 1 2 3 我們現在打算安裝中間的 你可以用十字螺絲批把螺絲安裝進去 又或者用手都可以的 我們這個螺絲就不要一來就拎到最緊 只要拎到平面就可以了 就不要說真的要拎進去 我們就四邊都要安裝 之後我們安裝床底板 安裝的時候 我們把白色的絲帽扣到螺絲上 記得到時要把床底板向中間推 然後就扣起它 我們安裝床底板的時候 就記得先把白色的螺絲帽扣到旁邊的螺絲 然後就準備一個十字螺絲批 然後我們就鎖回它 轉一轉就會鎖住了那個螺絲 這樣就不會再動 就鎖死了床底板了